小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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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麥小豆子 下一位 喂 喂 喂 小豆子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 我33歲 目前 喂 喂 那你能聽到嗎?可以可以,現在可以,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你好,我33歲 目前在北京 哦,33歲在北京的網友 好,北京的這位 女士,你好小豆子 Miss Bing 你好,小豆子 你想說什麼 難得的女網友 你好 你好 我第一次來這兒 我剛學會怎麼 怎麼操作這個 對對對 然後我來 我可以講點別的行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講點別的,沒有問題 來,你要說什麼 我主要來這是 因為之前我聽了那個 那個直飛上海姐姐那一期 就是 問答的那一期節目 然後我今天來 是想 聊一下馬克思主義的 你要聊馬克思主義 我那麼硬哦 是 是是是,非常硬 小弟我只能 坐在旁邊 瑟瑟發抖馬克思 不好意思,我是幼稚園等級的 你大概說一下好不好 不然那麼硬的那個 你要講馬克思主義 你確定哦 來,同學們上課啦 有人要講馬克思主義 大家來複習哦 好,那你要從哪裡開始講 因為馬克思主義很大 那你也不可能 十幾分鐘講完 對,我今天 我就講一條 今天只講一個原理 因為那一天 就是《飛上海姐姐》那一期吧 然後我覺得 好像聽完之後 覺得台灣朋友 對馬克思主義 就是特別的不了解 然後好像還有很多誤解 所以我不想科普一下 我自己也不是學馬克思主義 這個學科的 也不是學人文的 我是一個學理工科的人 所以我知道的馬克思主義 就是從小學到初中高中 然後大學 就是學校上的是什麼樣 我就知道是什麼樣 我也不是專門做這個 做這個研究的吧 所以你要講馬克思主義 你剛剛一說你要講馬克思主義 我線上人數就掉了100個 但沒關係 你繼續 好,來 好,我先說一下 我覺得馬克思主義 它作為一個哲學思想 它首先是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 就是它跟自然科學一樣 它是一個科學性的一個理論 然後之前聽有人說什麼原教旨主義 什麼宗教思想 我就覺得這個對它誤解很大 它是一個科學性的東西 如果說物理學或者自然科學 是來研究自然規律的 那馬克思主義哲學 應該就是來揭示人類發展的一個規律性的一個門科學 好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那個原理 就是特別基礎的 就是唯物史觀 好 然後 然後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位 線上還有點人可以給你慢慢調 來,你繼續 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位 就相當於牛頓三定律在物理學的地位 就是特別基礎但是又特別重要的 唯物主義 好 唯物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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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總結就是一句話 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然後生產關係能反作用於生產力 這是一句話 就是從小到大我們都廢過的 只要上過初中的大陸人應該都廢過這句話 你再說一次 來,這句話很重要 來,你再說一次 蛤,什麼 你再說一次 再重複一遍是嗎 對對對 剛剛那句話 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 對 對 也是的 後面可能還能再加一句 後面還能再加一句 叫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 能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大概後面還能加一句 決定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 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所以其實都是第一句話 然後 都是第一句話比較重要 好 來你說 對對對 然後 這樣的話 就大概可以 通俗的解釋為什麼呢 就是生產力或者經濟基礎 大概可以認為是你這個社會 就是經濟發展水平 是什麼樣子的 那就可以這麼認為 然後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它可能大概就可以認為你這個社會 應該有什麼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 嗯 所以這個句話的意思應該就是 你這個社會 它你有什麼樣的經濟發展的水平 就決定了你這個社會 應該有什麼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 然後呢 你這個社會現在運行的這個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呢 它是會影響你目前這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的 就是這句話大概是這個意思 這還挺好理解的 對 對這個還OK 然後呢 so far ok so far so good 嗯 然後那它怎麼來影響這個經濟發展水平呢 然後馬克思又說了 嗯 是如果生產關係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 就是你適應能現在的生產力 那麼它就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如果不適應它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這句話也很好理解吧 就是你要是現在的制度 如果你能適應你現在的經濟水平 那你就能促進你的經濟水平發展 然後我覺得這句話最關鍵的一個詞叫做適應 什麼叫適應 適應就是你既不能太落後也不能太超前 嗯 如果你是落後的一個制度 那你肯定會阻礙你的發展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特別先進 特別超前的制度 那其實同樣也會阻礙你的發展的 嗯嗯嗯 好理解 嗯 就是要找一個最適合的制度 喂 喂你沒聽到我嗎 喂我這個是不是信號不開 你沒聽到我嗎 我信號滿格欸 喂 小豆子 喂 我滿格 喂 你聽到我沒 喂是不是我什麼信號不開 你信號不好是你的事啊 我聽得到你啊 我滿格啊 我現在能聽到了 哦 好 來你繼續講 我接著說 嗯 然後 然後就是中共歷史上呢 就把他所有犯的錯誤分成了兩種那些 一種是因為太落後 就是他所 他所的政策太落後犯的錯誤 嗯 然後這種叫誘情錯誤 他把它定義為誘情錯誤 太落後的錯誤 然後但是如果他的 又情錯誤 對對對 嗯 如果他太超前了 他的政策太超前了 所犯的錯誤 嗯 那他們會定義為左傾錯誤 嗯 左傾錯誤啊 好 對 然後你 你回 如果回顧中共的歷史 你會發現他犯左傾錯誤 遠遠多過犯右傾錯誤 哦 左傾錯誤遠遠犯過 右傾錯誤 啊 理解 然後呢 對 所以 這就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你一個很先進的製作 往往它是有一個欺騙性的 就是它描述的特別美好 讓大家有一個特別美好的這個願景 所以你不會容易發現它是 其實是一個錯誤 一個很有危害性的東西 就特別容易犯這樣的錯誤 哦 哦 有意思 有意思 如果是一個特別落後的 反而你其實大眾都特別有警惕性 這個東西是落後的是不好的 嗯 是肯定有警惕性的 嗯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是很好的 嗯 那就沒有警惕性了 都會覺得這個好 嗯 但是其實這樣的錯誤是更嚴重的 嗯 嗯 然後我 我舉兩個 舉兩個左傾錯誤的例子 嗯 然後其中一個是文革 嗯 這個就是 待會我會著重講一下文革 然後先說一下 第一個例子 嗯 第一個例子大概是 我們這邊叫 王明的左傾錯誤思想 蛤 大概是 王明的左傾錯誤 哦王明 OKOK 嗯 對 它大概是 發生在就是 國共合作破裂的 國共合作破裂的 嗯 第一次破裂 嗯 嗯 然後 它是一個什麼錯誤呢 就是 王明就是認為 我們當時共產黨也應該 嗯 按照 我們當時也認為 那個 共產黨應該 嗯 就是 學蘇 應該選誰啊 蘇聯 蘇聯 蘇聯啊 應該學蘇聯一樣 蘇聯是在大城市裡發動工人階級革命來的去政權 嗯 所以當時共產黨也認為應該是在大城市裡發動工人階級 嗯 但是發現這個路走不通 嗯 每次我們一發動工人罷工啊什麼的就很快就被鎮壓了 嗯嗯 然後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當時社會是很落後的 嗯 所以 所以 因為我們當時那個很落後嘛 所以我們當時其實工人階級它的很 嗯 不好意思我 我可能現在講不了了 哦 我能下一次再跟你聊嗎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你你你去忙啊 好 謝謝謝謝你的分享 下次歡迎你來補補補充下集好不好 你你你你去 我待一會兒來 待會兒就過來 對不起 好沒有關係你你你 沒關係你你先去忙你去忙啊 謝謝你要小豆子 謝謝謝謝啊 好好好 謝謝不會不會不會 你去忙你去忙 好 謝謝小豆子啊謝謝來 嘿 豆 來 我來謝謝這個 YT的斗內 來 小豆子一講我掉了三百元 來 沒關係繼續 嘿 來謝謝 J1 帶斗內服務 直飛上海姐姐飛到了北京歡迎您的新坎裡了 給直飛上海姐姐點讚 好謝謝 來 J1 突然很懷念高中大學政治課補檔課的年代 是不是 會一虎 感覺一虎睡眠質量應該會不錯 齁 就是你高中大學的政治課檔課都在睡覺 是這個意思嗎 J1 好 好 來 OK J2 H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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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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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谢谢观看